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月饼的新做法 不用进烤箱 直接压一压就能吃 做法超级的简单 准备200克紫薯削去外皮 切成薄片放在盘子里 上锅开大火蒸20分钟 趁着蒸紫薯的时间 准备260克糯米粉 放在不沾锅内 开小火不停的翻炒 这样大概炒个5-6分钟左右 就能闻到一股米香味 糯米粉会变成微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铲除放在碗中备用 把紫薯蒸到像这种软烂的程度 然后取出来 放到盆子里 加30克白糖 用铲子压成紫薯泥 把紫薯压到5颗粒细腻一点 然后往盆中加入200毫升的牛奶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炒好的糯米粉分次少量的加入到盆中 一边倒一边用筷子搅拌 全部搅成絮状的时候 下手和成光滑的面团 然后盖上盖子 饧面20分钟 趁着饧面的时候 把豆沙分成20克一个小剂子 搓圆放在案板上备用 把饧好的面团分成30克一个小剂子 用手搓圆 放在案板上用保鲜膜盖上 这样可以放纸干皮 取一个面团 用手指在中间一边转动一边按压 按压成一个小窝 取一颗豆沙线 放在小窝里面 用虎口的方式把口收紧 捏合 然后搓圆 因为月饼模型的大小不一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模型 酌情调整月饼的重量 把搓好的圆球放在模具中 用手按压两次 然后脱模 美味的月饼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简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